《牛敦運動定律的上集》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sir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牛敦運動定律的上集》 這個課的內容就是整個單元2裡面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請你聽清楚 在進入正題之前 有兩件事我首先要提醒一下你的 第一件事是 雖然我們講的是牛敦運動定律 但整個力學的理論並不是由牛敦一個人單獨想出來 在牛敦出現之前 就已經有不同的科學家提出了一堆散修修的概念 牛敦所做的事就是把這堆概念收集起來 再加入一些他自己的見解 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論 在牛敦的時候 這個理論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但在他死了之後 繼續是有其他科學家用更高級的數學理論來重新演繹 令到這個理論可以更好與物理的其他領域摺軌 這個就是我要提醒你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我要提醒你的事就是 力學牽涉的範圍是非常寬的 我們只會講他的其中一個部分 有一些很重要的課題 我們是不會討論的 例如我們不會討論物體的旋轉 如果你有打乒乓球就會知道 落旋和不落旋是很大分別的 但在我們的課程裡 我們就不會說旋轉這件事 對波有什麼影響 又例如我們是不會討論物體的變形 當你被人蓋了一巴巴的時候 你的臉會變形 他的手也會變形 但變形這件事在數學上是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也不會討論 還有我們也不會討論一個物體獲得或流失質量的情況 例如當一架火箭升空的時候 他會不斷噴一些氣體出來 這個質量的流失其實是會很影響他怎樣飛 不過我們就不會仔細地去計算 關於這個質量流失的事 好了 那這些就是我們不會討論的事 那我們會討論什麼呢 牛頓運動定律主要是告訴我們 力和運動之間的關係 所以首先我會來簡介一下 什麼叫做力 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 想像一下你在白街賣東西 想要一架手推車 這架車本來就停在這裡不動 如果你想把它移動出來的話 那你就會把你的手放在手柄那裡 然後拉一下 這樣它就會移動出來 就在你拉的這一刻 你就給了一些力的手推車 又例如你有一個籃球 然後你將它由空中放手 你放了手之後 由於有重力作用在這個籃球上面 所以這個籃球就會跌落地 又再舉一個例子 當你有兩塊磁石 你將它們兩個的北極放在一起 然後放手 然後由於有磁力作用在它們上面 於是它們就會分開 力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它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呢 是有的 不過我留下第七課才告訴你 現在我想你先記住兩件事 第一 力是一種向量 也就是說它除了有量值之外 也有方向的 例如你看到這幾個例子裡 有向左、向右和向下的力 第二 力的單位是牛頓 用符號N來表示 一個N就是多大力呢? 如果你拿9個10元把它們搭在一起 那麼它們加起來的重量 就大約是一個N那麼大力了 很明顯 當你給力一件事的時候 這個力是會對它的運動產生一些影響的 那麼究竟這個影響具體來說是怎樣的呢? 我們就一起聽聽牛頓說些什麼了 首先我們來聽聽牛頓第一定律 這個定律是這樣說的 任何物體如果處於靜止的狀態 就會一直維持靜止 如果處於移動的狀態 就會一直沿直線維持雲速運動 除非有力作用於它令到這個狀態改變 這裡說除非有力作用於它 即是說牛頓第一定律 是在說一個物體沒有受到任何力影響的情況 但現實來說 你在這個世界裡其實是不會找到一個不受任何力影響的東西 就拿剛剛那個手推車做例子 我隨隨便便都可以數到五個在影響它的力 如果我們要理解牛頓在說什麼的話 就需要找一些東西 它受到的力是盡可能少的 幸好我們身邊都不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想像一下自己是一個地面非常光滑的室內籃球場 如果你把一個籃球放在地上 在地面這個平面空間上面 這個籃球就相當接近一個不受任何力影響的狀態 根據牛頓第一定律 如果這個籃球本身是處於不動的狀態 它就會一直維持在這個不動的狀態 直到它受到某一些力影響為止 那麼什麼時候它會受到某些力影響呢? 例如當你踢它一腳的時候 你踢的這一刻就給了一些力的籃球 而這個力就令它不動的狀態改變了 現在這個籃球就變了處於移動的狀態 所以根據牛頓第一定律 它現在就會一直沿著一條直線維持均速運動 一直滑一直滑 直到它再次受到某些力影響為止 可能過一會兒你又再踢多它一腳 那你就再次給了一些力的球 令到這個運動的狀態再次改變了 所以牛頓第一定律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告訴我們 所有的物體都傾向維持它本來的運動狀態 本來不動的東西它會傾向繼續不動 本來在動的東西它就會傾向繼續動 這個維持運動狀態的傾向就叫做慣性 所有的物體都有慣性 但是特別留意 慣性是有強和弱之分的 有些物體的慣性就強一點 有些物體的慣性就差一點 我們可以怎樣量度一個物體的慣性呢? 那個方法就是量度它的質量 表示質量的符號是M 而它的單位是KG 那慣性強一點是什麼意思呢? 我舉一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保齡球呢? 保齡球的大小和籃球是差不多的 但是一個籃球的質量只有0.625kg 而一個保齡球的質量是可以上到7.26kg 足足有籃球的10倍以上 如果有一個籃球和一個保齡球 兩個本來都是不動的 而你要使它們動呢? 那你就需要10倍以上的力氣 才可以讓保齡球動得好像籃球那麼快 同樣,如果它們本來是動的 而你又要它們停下的話呢? 那你也需要10倍以上的力氣 才可以讓保齡球停下 那我們就可以說 保齡球的慣性是比籃球更加厲害了 一樣東西的質量越大 它的慣性就越厲害 那你就越難去改變它的運動狀態了 然後我們就會很自然地問下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我們比力一個物體的時候 它的運動狀態會怎樣改變呢? 這就是牛頓第二定律要告訴我們 牛頓第二定律就是這樣說的 運動的變化和所思的力成正比 而變化的方向和施力的方向是相同的 你可能會留意到 我寫在這裡的東西和你本書上寫的東西是不同的 不過不用擔心 很快你就會看到它們其實是一樣的了 那麼牛頓在這裡說些什麼呢? 我繼續用回剛剛那個籃球做例子來解釋 剛剛我們就說到了 如果這個籃球本來是處於運動的狀態呢? 那麼它就會一直沿著直線維持運速運動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給它一點力的話 那麼它的運動狀態就會發生變化了 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我們慢動作再看一次吧 假設這個波的質量是m 而它本來的速度是u 然後我們給它一些力 力的強度是f C力的時間是delta t 然後它的速度就變成v 那麼這個波原本的運動狀態就可以用mu來表示 而新的運動狀態就可以用mv來表示 牛頓第二定律就告訴我們 新的狀態mv是等於原本的狀態mv 再加上fdelta t 如果你把這條式的兩邊除以m 就可以得到v等於u加fdelta t除以m 我們可以看到原來新的速度是等於原本的速度加一塊東西 而這塊東西是受fdelta t和m影響的 你給波的力越大 那麼它的速度變化就會越大 你給力的時間越長 它的速度變化都會越大 另一方面 對於相同的力 如果波的質量越大 那麼它的速度變化就會越小 這個就是牛頓第二定律要告訴我們 這條式你是不用背的 因為接下來我們有另一個更容易的又好用的版本 你還是留下腦汁離記接下來這個版本吧 在實際的應用裡面 一個物體是會同時受到很多的力影響 當你看到很多的力的時候 只需要將它們全部加起來就可以了 這些力全部加起來之後叫做靜力 用符號fn來表示 那加完之後要做些什麼呢 剛剛我們就說到 mv等於mu加fn乘以delta t 如果將這條式調一調位 就可以得到fndelta t等於mv-mu 然後我們將兩邊一起除以delta t 再將m分解出來 就可以得到fn等於m乘以delta t 那這個v-u除以delta t 看起來是不是好像熟口熟面一樣呢 這個就正正就是加速度A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牛頓第二定律的現代版 f等於mA 這一條式請你發望也要懂得背 如果你不懂得背的話千萬不要跟別人說你是學物理的 好啦去到這裡我把牛頓第一和第二定律都說了給你聽 這一集我就想停在這裡先 因為今天說了那麼多東西 我相信你都需要一些時間來消化 下一次我們先來看看 怎樣用牛頓運動定律來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在看完這一集之後 我鼓勵你 看下去這條影片下面的影片資訊 在那裡找一個互動的程式 是我為了這一集而弄出來的 你就這樣按下去連結就可以在瀏覽器玩的了 不用裝的 在這個互動程式裡 你可以試試對一個物體施力 看看這樣會對它的運動有什麼影響 我希望你可以在這個程式裡拿一個感覺 知道牛頓運動定律是怎樣運作的 對於你去理解現實世界裡的問題 是會很有幫助的 那麼這一集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就會一起做一些例題 看看可以怎樣把牛頓第一和第二定律 應用在一些實際的問題上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